好,简介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 叫直接证明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直接证明 举个例子来讲,比方讲说 他告诉你说 A为任意一个偶数 A是偶数 然后B为任意的一个奇数 B是一个奇数 那要求证 A加B会是奇数 这什么意思呢? 他说A加B 那A是偶数 然后B是奇数 那偶数加奇数 当然会是奇数 那这件事情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但是我们怎么去证明这件事 好,那这个题目大概就是 要我们去把这件事给证明出来 那我们还没有证明之前 我们先来对偶数跟奇数 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什么叫做偶数呢? 比方讲 2 4 6 8 10 2 这些东西都叫偶数 那什么叫做奇数呢? 那大概就是 1 3 5 7 9 这样一直下去 好,那你有没有发现 偶数有什么特征 偶数的特征就是 他一定都是2的倍数 他一定都是2的倍数 比方讲 2是2的1倍 4是2的2倍 6是2的3倍 所以因为他一定是2的倍数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很技巧性的 把偶数啊 叫做2k 叫做2k 因为他一定是2的倍数 那这个2k啊 就称之为偶数的通式 什么叫通式? 就是他可以用来表示所有的偶数 他可以用来表示所有的偶数 那这个就叫偶数的通式 那奇数有没有办法这样做呢? 你来看奇数 他是13579 很明显就不是2的倍数啊 但是呢 他永远都会比2的倍数多1 比方讲第一个 1 他就是2乘以0加1 2的0倍再加1 3呢 3呢 是2的1倍再加1 5呢 2的2倍啊 也就是4 再加1 7呢 是2的3倍再加1 9呢 是2的4倍再加1 所以你会发现他一定是2的倍数加1 因此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奇数啊 技巧性的作为2n加1 那就是代表他是2的倍数 然后再加1 他就变成奇数了 然后 那这个地方呢 2n加1啊 就代表他是奇数的一个通式 他可以用来表示所有的奇数 好 那我们有这个基础概念以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题目来做了 好 他说啊 A为任意偶数 因为呢 A为偶数啊 所以咧 我们就可以把A 所以咧 我们就可以把A假设为2k 那这个k啊 他就是整数嘛 k 为整数 他就代表他是他的倍数的意思 好 那么 警戒下来他要告诉我们说 b是奇数啊 那所以我们b为奇数 既然b是奇数呢 所以我就可以用奇数的通式啊 b假设乘2n加1 他一定是2的倍数 他一定是2的倍数再加1 那其中这个n啊 也是一个整数 在数学上 我们就写n为整数 但是其实上了高中以后啊 我们就写k属于z z就代表是整数了 这样就好了 那这里也是n属于z就好了 好 那既然他们两个都是整数 我们要证明a加b 他会是奇数还是偶数呢 那a加b就会变成2k加上 2n加1嘛 前面这个就是所谓的a 这里就是a 这里就是b嘛 所以他就会变成2k加上2n加1 那2k加上2n加1啊 我们把它这个化开以后啊 就会变成2k加2n再加1 那其中这个2k跟2n都有2嘛 所以我们可以把2提出来 变成2倍的k加n 然后再加1造超 2倍的k加n加1造超 好 那你2倍的k加n加1 这个造超这个部分 他其实就是2倍的乘以某一个数字 再加上1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他其实就是 奇数的通式的结构 他就是2的倍数 再加上1 那只要是2的倍数 加上1 他就一定是奇数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讲说 所以勒 a加b为奇数 那这样就证明出来啦 所以就写三个字 叫故得证 因此啊 就得到证明故得证 好 那这整个过程呢 我们就叫做证明 因为我们是根据已知 就是 a是偶数 然后我们把它认为2k 那b为奇数呢 所以我们把它认作2n加1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a加b给算出来 那a加b算出来以后 他发现他会是2乘以某一个倍数以后加上1 那这是奇数的结构嘛 所以我们就说a加b它是一个奇数 那我们就证明出来 那我们就证明出来 像这样子 我们直接把它给证明出来 把a加b算出来 然后直接把它证明出来 它是一个奇数的 我们就叫做直接证明 那看完这个例子呢 我们大概要学到两件事 第一个当然就是知道什么叫直接证明 就是直接把a加b给算出来 然后跟大家讲说 对 它就是一个奇数的结构 所以它是一个奇数 这样就直接证明完成 这是大概要学到的第一个 什么叫直接证明 那第二个你要学到的就是说 只要是偶数 你都可以用2k来表示 因为偶数一定是2的倍数 那只要是奇数 你一定可以用2乘以n加上1 这样来表示 因为奇数它一定是2的倍数以后再加上1 这个大概是我们要学到的两个东西 我们来诞订到关系